这是乌克兰驻上海总理事馆发起的一个帖子 他说从俄罗斯全面入侵的第一天起 乌克兰就向外国人传播真相 要知道侵略者长期以来一直对外进行宣传和制造谎言 为此乌克兰外交部建立了一个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网站 并于9月初建立了网站的中文版 给了网址了 乌克兰需要大家的支持 当初我们的捍卫者在前方与敌人对抗 努力夺回我们领土时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传播真相来抵抗侵略者 那么现在上面的评论呢 这个朋友呢 就是在问 问这个 浪浪的总经理在这里了 这句话 来去之间就是加总了 为什么给他起个外号叫加总 因为他经常加人东西嘛 就是给人删东西嘛 那个来 把那个叽叽删掉了 不就成了加了吗 加总 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俄的假新闻机构可以在这里大行其道 而沿着官网 你们给放到黑名单里面 就是这个链接 链接是黑名单链接 链接不过去啊 加总肯定是沉默不渝的 他无法回答大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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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